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甜甜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什么呢 就是上这课老师给大家说的 说我们上这课是不是学了分数的除法 学完除法以后老师就讲说 除法这个符号是一些科学家打架 最后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 说有人觉得这个除法是这样 有人觉得除法这样 后来有人觉得除法这样 是吧 我们在最开始学的除法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在上这课 就分数的时候发现 我们说除法也可以表成这样 跟分数线是相关的 那这节课就接着我们学习除法 这两个点是什么意思 那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内容 笔的认识和应用 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呢 分为三块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一下笔 它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仅仅是那两个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研究一下笔的性质有哪些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学下笔的综合应用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看笔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在学习意义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呢 主要会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个我们先学它的意义 第二个我们学习它到底怎么去读 第三个呢 我们要看一下它跟之前我们学的一些联系 跟什么的联系呢 就是老师说的 跟那个那一条线就是分数 和那一条线两个点处法的联系 好那现在我们先看看这个啊 说这个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我们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 然后呢 最近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说有一个地方跟我们调板 是这样的吧 但是最后呢 也这个不了了之了 然后那个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之前的很多的事情 就奠定了我们越来越牛 我比如说这个事情在03年的时候 10月15号 我们说呢 这个记忆这个前俄罗斯和这个美国 我们是第三个 就是可以有这个独立的 就是送这个人去太空的这么一个事 就是神舟五号的这么一个顺利的升空 然后呢 执行首次任务的这个宇航 因为大家肯定很熟悉叫 杨立伟 对对对对 然后他去的时候 他没自己去 他这个为了这个 纪念这么有一个有历史意义的 这么一个时刻 他就带了这么两面旗子 其实这块没有写权 他除了带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旗 还有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旗子以外呢 其实还带了我们这个即将 当对当时来说 即将要办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 当时我们刚好刚怎么样成功 对对对 他其实他也带了这个当时这个奥运会的 那个会徽的那个旗子 还带了我们这个人民币的什么 样票还带了 当时当时你看啊 就说明我们这个觉得一定会成功 所以当时就直接制作了这个纪念的 这个事的一个邮票 然后还带了什么台湾的种子 反正就全都带上就去了 然后呢 刚好这两面旗子呢 差不多大 都是多大呢 说都是长15厘米 宽10厘米的 这么小吗 然后问说 怎么用计算式去表达这个长和宽的关系 好 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啊 这个这个 我估计这个15跟10是不是在这两啊 是吧 我估计这个可能大家回去查一下啊 反正就是说这个反正这个长现在这么凉是15厘米 然后这个宽都是10厘米 然后问说你怎么用算式表示长和宽的关系 比如说你可以怎么办 可以 用 用除法 用除法 那比如说可以用谁除谁呢 可以用10除15 10除15挺好 10除15是不是代表的是宽除以长 那10除15肯定是一个什么数呢 分数或小数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说用10除15就表示了宽是长的几分之几 挺好 也可以怎么办 也可以 15除10 对那15除10肯定是一个1.5是吧 那1.5又代表什么呢 就是长 长是宽的1.5 什么呢 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用这样两个算式都是除法 一个表示的是倍数关系 一个表示的是几分之几 是不是都表示他俩之间的一种关系 那我们说其实他也能表示成什么呢 他也能表示成 用15除10是不是代表的是长除宽 他也能代表的是长和宽的比是15比10 这个10除15是不是宽除长 他也能表示成宽和长的比是10比15 非常好 那这就是这个比 那我们看一下比跟之前那个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可能我们现在分不清楚 但我们先看看之前都代表一个什么样的算式 嗯除法对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比可能跟除法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的吧 好那这个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看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是不是长和宽是同类的 那同类量之间的一个比就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们之间的倍数关系 你看不仅是几倍几分之几 都代表是用它们的倍数关系 好了 那接着呢 说这个神武进入到这个这个这个轨道以后呢 然后他不是去了就回来了 是吧 他去了以后肯定怎么办呢 就转好多圈 对对对 然后呢 他说在大概去地面这么多这个高空呢 就开始做这个圆周运动了 就开始转这个圈 然后说平均平均每90分钟绕地球一周 你看转的还是挺慢的是吧 转了多少周呢 转了14周 就预计是转14周就安全回来了 那我们先算一下啊 如果是90分钟一周 他绕14周的话 他大概呆了多长时间呢 呆了 这是有 120 1260 1260 是这样的吧 1260这是分钟是吧 这挺长时间的 多长呢 我们给他化成小时啊 化成小时的话就应该是用1260除以60 那就应该是 21小时 是吧 那你说杨立伟 你就想想 我们最开始坐飞机的时候 最开始坐头半个小时的时候 你可能还挺兴奋的看一看 对吧 他坐了21个小时 他不可能一直在看吧 对 所以他就干了好多的事情 比如说他在这个 要第七周的时候 就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这两个旗子 是吧 然后呢 他还 你说他还得干什么事呢 还得拍照片 对 还得吃饭睡觉吧 时间太长了 他当时吃饭 带的就是中国的家乡饭 比如说有什么是中国特别地道的家乡菜呢 对对对 他真带的是这个 还有八宝饭什么的 然后呢 说这个 后来呢 我们发现这个这个 他运行一周大概是运行了这么多千米 是42252这么多千米 然后他问你说 你能不能用算式去表达一下 飞船进入轨道后的平均每分钟飞行了多少 我们想想平均每分钟指的是什么 就是 是不是飞行的一个 平均速度 对非常好 速度是吧 我们当时讲过 我们说怎么求出速度这个概念 它的应该是速度等于 走路程除以时间 非常好用路程除时间 现在的路程就应该是 运行了这么多千米 是这样的吧 时间就应该是 90分钟 很好 所以我们会发现速度就应该等于这个4252除以90 那它又能代表什么呢 这个又能说成路程和时间的比就是4252比上90 非常好 我们发现这个比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像还是不明白 是吧 但我会发现这个跟刚才还是一个相同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算式 就是除法 对 所以比一定是跟除法有关系的 但这个比有点问题 刚才是不是长和宽的比是同种类型的量 但这个路程跟时间是不同的 你看单位都不一样 所以不同种类型量的比就能产生一个新的量 你看这个路程和时间新的量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速度很好 但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新的量还是什么样的量 它这个比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数相除 对 这两个数相除就可以表示成这两个数的比 那所以路程出时间就是路程 和时间 比时间 那长出宽就是长 非常好 所以我们记住 那什么叫比呢 就是两数 相除 很好 好了 那比到底怎么读呢 刚才我们是不是读了15比10呀 我们以后不用写韩字 我们说这个由于这个数字阿拉伯数字极其一些符号的出现 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简单 所以15比10就又能记作15 对 就是刚才那两个 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15比10等于什么呢 这个先空着 等于它是不是就代表的是它俩的一个除法的关系呀 对 所以15比10就是15除以10 我们能算出来15除以10 用分数表示的话 是不是二分之三 对 那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有名字的 就像这个在除法里应该叫什么一样 被除除 对吧 所以这些也是有名字的 我们管这两个表叫什么呢 笔 笔的 笔号 对对 这么一个符号 所以叫笔号 那笔号前面这个数叫什么呢 肯定叫前什么 对吧 叫前什么呢 叫前向 那后面这个肯定叫 对的 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算出一个答案呀 我们说在分数里那个答案叫分数值 那这个应该叫 笔值 对 很好 笔值 我们说笔值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是不是就是用这个数除这个数呀 那15就是笔的前向 10就是笔的后向 所以笔值其实就是用前向 除以后向 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个笔号其实就给它看成 那个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什么 除号就行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笔值通常是用什么去表示的呢 分数 小数或整数 跟我们之前表示的方法一样 这块主要强调一下 分数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分数 才能表示结果 最 最减分数 对 最减分数 好了 那现在 由于它的这个笔跟除法的关系 又由于我们之前学过的除法跟分数的关系 所以它又能表示成分数的这种形式 所以15笔10又能表示成 十分之十五 但不这么念它就念成十五笔10 它们都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 是不是笔 然后这个分数线和这个除法 它之间有好特别特别强大的一种关系 对 有人传说说这个笔就是三件课之一 那其他的两个肯定是谁呢 就是除号和分数 非常好 那我们赶紧看看它们三个之间的联系 这三件课分辨谁呢 就是笔除法和分数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 它这块分的很多类 是这样的吧 我们先看第一个 它们的表达式是不是一样的呢 比如说我们用A和B用字母去表示 那笔这块就应该表示成 A两个点 B是吧 那这个如果这个是A比B的话 那它代表的除法就应该是什么样呢 A除以B 那A除以B表成分数就应该是什么样呢 B分之A或者A除以B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我们会发现 他们三个人虽然他们算出的数值是一样的 但他们的表达方式是 不一样 你看不一样 好 那我们就单拿出这个A来说 这个A来在B里叫什么名字呢 前项 在贝除数叫什么名字呢 叫贝除数 错了 在除法里叫什么 叫贝除数 那在这个分数里叫什么呢 分之 非常好 所以你发现它名字也不一样 那B的名字肯定也不一样 是吧 那B的时候必须有一个B不等于0 你说为什么B不等于0呢 因为它不能做除数 那它也肯定不能做分母 非常好 那这个除数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笔的后项呀 所以它也不能做笔的后项 很好 那我们说那B就分别 就叫后项除数和 对的 然后呢 我们说那符号它的名字也不一样 这个符号用的是什么 笔号 这个呢 除号 这个呢 对的 你看这些也不一样 那最后它的结果的值是一样的 但结果的名字也不一样 笔的那个结果应该叫 笔值 对那分数就应该叫分数值 最后除法叫除法值吗 不是 那这叫什么来的 叫伤 对叫伤 是这样的吧 好了 那我们说了对这些 那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活动筋筋骨题啊 看看吧 啊 字幕 李宗盛